想家帮你找到理想家 让你天天都好想家哦 大家好我是Janice 欢迎收看我们Homesick想家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到了Satia Tropica Ilata Haven的屋子 然后今天这一间非常特别哦 它整间的装修风格就是我们讲的简约工业风 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人 你就会很喜欢这间屋子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间屋子的话 它的大小是20x65 所以它的宽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Carpouch其实是这边到那边的啦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特别的是 这一间的话屋子它全部是伸出的 这边呢它也伸出了一个laundry area 所以呢你可以在这里洗你的衣服洗衣机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因为屋子有养狗嘛 所以它这里有做一个像是狗笼的地方 可是呢它只是screwing进去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拆掉也是随时都可以拆掉 然后呢这个autogate已经做了 上面的outning也做了 整个车房的地砖呢也是铺到底的啦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里面的设计吧 那可以看到车房进来这里呢 整个外面都是之前屋主S10的哦 它原本的大门是在里面这里 然后整个装修风格呢就是我们讲的简约工业风 然后它这个大门呢也已经换过做过了的很美哦 然后整个外面呢地砖也铺好了 重点是这里呢它还有一个我们讲的是entertainment room 然后可能呢得空的时候啊或者周末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在这里看电影或者是chill 或者呢有小朋友的话也可以在这里玩 然后呢这里也硬要是entertain出来的 这个像是一个小饭厅的地方 然后如果你不要在里面的话你也可以在这里 然后外面呢这个大门它才是原本的大门 所以比起原本的双层排楼的话 它其实整个前面的空间是加大很多的哦 而且sealing呢跟地板都已经做好了 来我们来看整整的大门坐进来下面呢它的flooring已经做了 还有因为我们是走工业风嘛 可以看到它的电视墙呢已经做好一个ficture wall 而且这个不是壁纸哦这是真的ficture wall 然后我们看到整间的装修风格呢 都让人觉得很舒服很chill 像一个温馨的小家 然后这里呢它会是一个我们讲的干厨房的区域啦 然后它的kitchen cabinet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你的所有可能电器啊或者是调味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整间屋子呢看起来比较整齐哦 这间屋子它是四房四侧的 所以楼下呢会有一个我们的长辈房或者是客房 看到这个长辈房和客房的话它的size呢也是蛮大的 可以放得下这个我们讲的算是双人床 然后呢如果你这边不是放这个玩具柜柜柜的话 也可以放你的衣橱啦 然后还有一个小梳妆台 然后这边干厨房去到后面呢 会是一个我们私厨房的空间啦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喜欢干厨房跟私厨房隔开来 因为如果你在里面大煮的话 你只需要打扫这里就好了 不用怕油烟呢会跑到外面去 然后这个私厨房呢也做了一个简单的tabletop 然后上面有一个小厨啦 所以你要在这里大煮呢也是很方便 因为它有窗口 然后这里呢也已经做了我们讲的房门可以开门出去的 所以呢你的通风啊或者是空气流通信采光都很好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楼下的厕所啦 然后地砖墙砖都已经有咯 那这一间在Satia Tropica的双层牌楼 20层65的呢 它是四房四侧的保安区 每个月的保安费只要100块 楼上呢会有各自房间都有自己的独立厕所啦 所以总共会有三房三侧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房间 然后可以看到它中间这个上来的话 它是有做挑高的设计的 所以整个不会让人太有压迫感的感觉 第一个房间的话这个整个呢 它是算是一个normal的一个大房间啦 算是蛮大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放了双人床 还有位置放这个小橱柜放婴儿床 所以其实呢如果你是还有一个小书桌 所以如果你是可能小孩子已经大了啊 它要放它的衣橱放它的书桌还是够位置的 再来它还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OK 然后可以看到呢 它这间屋子它走的呢 就是我们讲的简约式 楼下呢它会比较有 比较多的工业风设计 楼上呢就会走一种比较原装的风格啦 这是我们第二间房间 可以看到以上神牌楼来讲 这个楼上的房间呢 算是比较大的 然后它楼上这一间房间呢 也做有挑高的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个采矿比较好 因为它挑高啊 上面还有装窗口 所以它不会让你太有压迫感 一样它也是有一个自己的配有的卫生间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主人房 主人房 一样有观测整个物质工业风的设计哦 因为主人房也会有一个 ficture wall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有没有发现这里也会有一个ficture wall 但是它不是墙子哦 它是真的红砖 气上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内有乾坤哦 后面是一个wall-in-wall-draw 女主人一定很喜欢啦 因为这个wall-in-wall-draw是非常大的 你还可以在里面放下你的梳妆台哦 不只是放你的衣服 然后即便它做了这个ficture wall 后面的wall-in-wall-draw呢 它整个剩下的空间也是很够用 你看放得下一个双人床 就算放了双人床 旁边还有一个位置 可能给你放沙发 或者是如果有小孩子的话 可以跟你们睡在同一间房间 然后呢 一样后面这里呢 就是它自己独立的卫生间啦 干湿分离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这里呢 它是individual title的 虽然之前的屋主呢 是没有做阳台 但如果呢 你想要做阳台 像对面那间一样 你可以把这里extend出去 那你就会有自己的阳台啦 那今天这一间satia tropica ilata harvern呢 它的售价是750千 所以如果你在找satia tropica 双城牌楼 然后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联络我们以下的电话 号码联络看房 那如果你是屋主 有物质想要出租买卖的话 也可以联络我们哦 最后最后 如果你还没有like subscribe跟share我的youtube 还有facebook page的话 记得去share subscribe 还有like哦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